黑魔法海域叶子为什么搭了下来了 还有就是它的叶子为什么变绿了 这两个原因其实都很简单 像这种叶子长得好好的突然搭了下来了 大概的是因为缺水 还有就是冬天太冷了 受冻了以后 它的枝条也会搭了下来 但目前还没到这种特别冷的情况 所以现在你要考虑的就是缺水 因为它是草本植物 它竟敢水分含量很高 一旦缺水的话 它就会撑不住了 就搭了下来了 所以它在养护黑魔法海域的时候 包括一些其他的海域品种 一定不要让它缺水 但也不能让它积水 盆土配置好了以后 你就观察它的盆土情况 见干见湿就可以了 它的叶片为什么变绿了 是因为光照不足导致的 还有就是刚长出来的叶片 它也会成这种绿色 如果说大叶片长起来以后 叶子都很大了 仍然是绿色的话 那就是因为光照不足 如果有的话有放到室内的 要定期的给它拿到外面来晒一下太阳 就会避养地带走 为什么会避养地带走 这就是光照不足 在外面来晒一下太阳 就会避养地带走 就会避养地带走